快點球 快點球 活動中除了宣布政策外 綠營陣營也不忘打擊現任市長羅秀燕 攻擊節日南縣至今無法東攻 還有市區內暴力事件頻傳不見改善的情形 就讓我來服務他 照顧他 讓這個城市幸福一輩子 大家說好不好 民進黨打出第一槍舉辦這次選戰第一場造勢活動 可見綠營非常重視台中市長這個位置 不過根據目前民調顯示 盧秀燕整體支持率還是領先蔡其昌 民進黨台中市長選戰全面啟動早早布局 國民黨的媽媽市長盧秀燕 似乎沒有太在意持續跑市政行程 不過卻出現小插曲 盧秀燕腿部受傷走路一搏一搏 宣布要休息兩天看醫生 相較對手蔡其昌已經如火如荼搶選票 盧秀燕身體出創況被迫在家收養 不過民進黨是否能擠掉盧秀燕 翻轉台中的顏色 年底見分效 以北北新無環國軍廖反應台中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